怎样才能摆脱骨子里的不自信 第一条 一个人的不自信来自两个方面 要么长得丑 要么一事无成 比这更扎心的是什么呢 这两者都 但是努力让自己拥有一技之材 你会发现你的缺点 在别人眼里都是优点 第二条 坚持吹牛逼 吹多了自己就信了 自信的第一步就是要感信自己 对 第三个 多尝试新鲜事物能大大增压你的自信 比如看我们视频里双击点赞 你点赞的方式跟别人的不一样 你就会比别人更自信 拿点鼻子点赞 第四个 取悦自己比取悦别人更重要 越取悦别人的人越不自信 事实上当你像舔狗一样 总是围到别人身边转的时候 别人就越不把你放在眼里 你就越不自信 对 然后 第五点 远离让你自卑的人和环境 其实呢 你并不是一无是处 而且优点很多 只不过你遇到的人 遇到的环境 因为你不匹配而已 对 圈子不同 不避养的 有些圈子只是不适合现在的你 换一个圈子 换一个人就会好很多 那道理 第六点 赚钱才是治愈一切伤口的最佳方式 说白了 你手里的存款越多 你面对生活的底细就越准 对 对 有句话是这样说 说人没钱的时候不如鬼 想去的地方去不了 想买的东西买不行 但是当你有了一定存款之后呢 想拒绝就拒绝 想买它就买它 想去哪就去哪 如果有人还在操风里 你就跟他说 您配 然后我需要你 你在这儿逼逼赖赖的 对 第七点 降低对别人的期待 这个很关键 你所有的情绪 其实都来自于别人对你的评价 对 因为你怕别人出到你的痛楚 所以你抵抗你证明 其实一切大可不必 任何人都有缺陷 都有不足的地方 去改变那些你能改变的地方 并且全力以赴的改就行了 实在改不了的地方 学会接受 毕竟万物均有裂痕 其实每个人都是最好的事 不要活在别人的世界里 接受自己的不完美 对 第八点 不要盼望那些 和你没有共同经历的人 能够理解你 如果每个人都理解你 那你得多批评 对 对 对 不被理解就对了 对 第九点 别让不好意思害了 你总觉得不好意思 那你不好意思的事情 就跟你半磨钱管一个没有 对吧 你不好意思争取的机会 就会成为别人的机会 对 就是你不好意思表白的人 就会成为富贵的新娘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其实你越不好意思 总有人会好意思 对 如果你不想失去 就别不好意思 对 这个关键 第十点 宁可自大 也不要自卑 这是最后一条 一个自大的人呢 可以得到 本不该属于他的机会 而一个自卑的人 会失去 本该属于他的机会 对 就是也太在意 别人怎么看的 对吧 其实每个人都在埋头赶路 你怎么样 其实他比着你眼里不重要 对 如果你喜欢我说的这十条 真诚的希望你点个赞 为每个人的生活 狠狠地打上一口气 加油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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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加油